因為我這一台有新舊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看到我那個模擬器 有那個舊的 之前的版本設定是這樣 他可以直接設HVGA HVGA好處就是很小 然後run起來很快 可是新版的那個 設定的話就是說他 只能夠設定什麼設定看哪一種size的有沒有 那如果你不知道哪個size 我最後發現了 你乾脆就Nexus 1就好了 因為Nexus 1是 等於是說 他Google推出來了一個什麼 有點標準 標準的 以他做標準的 3.7就會有Nexus 1的3.7 然後4.0 你看哪一個size Galaxy Nets 然後這是4.65 然後這是7吋的Nexus 反正Nexus 如果你不需要跑太大你就3.7吋 如果按確定把它run起來 我發現還是很大一個 你會發現這個run起來的 這個解析度還是這麼大 那不過也還好我剛剛試了一下 之前有同學是run不起來 那我run了一下 好像還是沒有各位的那個問題發生 不知道各位的問題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跟我不太一樣 還是說你們 還沒有經歷過一些那個 就是使用 就是 還是要try啦 還是要找找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剛剛這個地方不能輸入小數點的問題 我也把它解決了 其實只要怎麼樣呢 只要在這個屬性上方有沒有 你就直接找到哪一個呢 找到這個property裡面的一個 叫input type 這個屬性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input type input type點下去之後 預設如果你是用lumber 你就把它 本來是這一個 你就把它改為什麼呢 lumber的dissimo dissimo就是說有小數點的意思 按確定之後呢 它就可以輸入小數點 OK 那大概是這樣的 其他細節部分 我想各位 再試試看 多玩玩看 因為可能你們的經驗值 都會不會